凭借在今年世界大赛上的精彩表现 全红禅几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全红禅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他是一位起步晚 进步快的天才型选手 他不仅会水花消失术 还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 但是有个小八卦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就是全红禅的文化课怎么样呢 他是否可以保送上名牌大学呢 期待您看到节目的最后 您的点赞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网路上盛传 他是因为学习不好才去跳水 后来有个媒体专门就这个问题 采访过他之前的文化课老师 问一下他的文化课的成绩怎么样 他在湛江体肖的班主任刘佩华很无奈地说 全红禅除了学习不好之外 其他的都很好 比如劳动啊 就非常的积极 在和同学的相处之中也是非常的融洽 乐于助人 活泼开朗等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全红禅的文化课 确实是个短板 进入广东省对后 他的主管教练何卫宜也曾说过 全红禅的文化课相当的薄弱 所以让他比赛之后 应该要加强文化课补缺 但是瑕不掩瑜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缺点 也有很多的优点 全红禅知道自己什么不足 避开了学业 选择了跳水之后 也知道努力了 说明全红禅的天分还是很高的 只是片刻有点严重 况且现在的禅媚 已经用自己这两三个月的成绩来证明了 努力就会有收获 最近的他也是不停地传来好消息 就在本月更是被广州一所百年名校 POG录取 就是广东省实验中学 而且是校长亲自颁发的 学校荣誉学生证书 是对一位有贡献学生的充分肯定 这也证明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一个话 今天我以学校为荣 明天学校以我为骄傲 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个同学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 那么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以后全红禅上大学怎么办呢 他能不能考上大学呢 会不会像我们高考的时候 许多体育特长生 文化课可以有一定的减免优惠 答案是 不仅可以减免 甚至如果你的专业成绩足够好的话 可以直接保送 这是专门针对体育生 或者优秀运动员的一条绿色通道 不会像我们一样千军万马几独木桥 而且这不是哪一所学校的政策 而是普遍现象 几乎每个大学都会对这些优秀运动员进行特招 这是因为这些运动员 很多都是童子宫 从小就开始训练了 真的是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比我们在教室里辛苦 比如全红禅成功的时候 14岁 在这之前都已经训练很多年了 就算是学霸 也会因为时间的挤占 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毕竟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而且他们训练也是为国家争了光 虽说文化科薄弱一点 但他也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 别的国家就是拿钱买也没地方买 电影里怎么说的 21世纪什么最重要 还是人才 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国家才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辅助他们 这些辅助也不是很轻松就能拿到的 严苛的程度胜于我们的高考 我们只是在国内竞争 他们是与世界各国运动员竞争 达到保送的条件就更难了 这不仅要求拿到冠军 还必须打破一些记录才能享受到 我们都知道 比如跑步吧 任何人稍加训练 就可以轻松的比普通人跑得快 但是如果你和同样受到专业训练的运动员比 想突破呢 真的是难如登天 到了全球的舞台上 哪怕突破0.01秒 都是几年才会出来的人才 这已经不单单是靠努力就能得来的 这需要很大的天赋 就像全红禅一样 他不仅得到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排名是没问题了 那他是否破纪录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就连郭晶晶都佩服的讲 有些动作就是在他最高光的时候也做不到 这就是努力之后的天赋所在 全红禅的成绩 足以完成保送到最好的学校 而且告诉大家 在国内大学里 最高学府就是清华和北大 这是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 奥运冠军如果报名读清华北大 继续深造 清华北大都会敞开胸怀接纳他们 毕竟奥运健儿们为祖国的体育事业 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直接增强了国家竞争力 当年的邓亚平就是保送到清华的 还有游泳世界冠军叶诗文 以及我们都知道的奶茶妹妹 如今的京东集团老板娘 虽然不是保送 但也是通过体育生的优待进入了清华 前一段时间 有网友评论说 全红禅的天赋极高 文化课可能是还没有开胸 也或许是还没有意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 如果以后经过优质教师的指导 一旦开胸的话 文化课照样能开挂 这种说法三小只涛肯赞同 我们也经常有这种经历 有些事或者难题 一直都不会 但是猛的有一天全部都会 这就是开胸了 相信我们的产宝宝以后的路会越来越顺 如果哪一天开胸了 就真的成为学霸了 不过呢 现在我们更希望他能够在体育的生涯继续强大下去 挣得更多的世界荣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了